中典传师 中典传师 大家晚安 感谢天恩师德 感谢祖师洪词 感谢中典传师 各位典传师 各位典传师 还有各位前选大家晚安 非常高兴 后学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大学 第七回 今天是2022年 11月12日 那我们 接下来看大学的经文 物有本末 事有中始 始终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那 王决一的 王决一祖师 他说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万事 有万事 然后有本末 始终 先后 先后之序 大人之学 穷缘尽伟 原始要终 本末不问 先后有序 方能带天礼物 经营万事 所以 所以我们的 第15代祖师 老人家 特别的跟我们说 大学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要跟我们讲说 有了这个天地 然后就会有万物 有了这个万物才会有万事 才会有本末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人 的本末 什么是真正的本末呢 其实这个天地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灵性都叫做圆灵 圆灵 那我们是从哪里来呢 这里就是礼天 我们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呢 这里是弃天 礼天 就是我们的无极老母 在这里 然后呢 太极弃天呢 最大的就是玉皇大帝 然后在这个人世间呢 这个人间最大的就是皇帝 然后到了地府呢 这里就是炎君 炎君最大 如果我们求得大道 就一直受明师一指点 直接回到礼天 那么如果说你弃天仙呢 受度 就是和汉星斗 那么也可以超生礼天 那么如果你这个亡灵呢 有这个子孙 功德来超拔亡灵呢 也可以直接到礼天 所以总共有三个途径 一般的轮回呢 其实只有在这里 就是人间到地府或地狱 这两个一直在这里轮回 然后呢 这个如果说你在人间有修行 你就可以到这个弃天当仙 可是当在这个弃天里面当神呢 当神仙呢 只有五百年的这个 可以得到这个人间的 这个功德给你祭拜 这个你可以得到这五百年 那五百年后你还是要下来 但是这个从这里下来呢 在这个人世间你通常呢 还可以做得不错的 富贵的人家的子弟 那这个也在这个地府 幽民这个如果说你是地狱 从地狱里面出来呢 再来人间呢 通常你在这个人世间呢 你的就不是做得很好 你通常就是会比较这个窘迫 这个家庭环境会比较窘迫 好 当然也有一些呢很神奇的 就是从这个幽民呢 这个就是地府的意思 它不是地狱哦 因为在这下面这个世界 还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地府 一个是地狱 地狱呢是受刑的地方 地府呢是亡灵居住的地方 这个是地府 那在这地府里面呢 为什么有地府的这些亡灵 他还可以做神 就很简单 比如说 天上圣母 那个林墨娘 他本来是死在这个海上的 但是他因为有善心 他在很多传难的时候呢 他帮忙拯救 所以虽然他是亡灵 但是他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他没有再回到人间 当做人 他是直接从这个亡灵的阶段呢 去当仙 当神明 所以也有这一条途径 但比较少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府里面 如果你发那个大善心 大善愿 你也可以直接改变命运 直接往 弃天 当神 可是这个 这三个一直是不断的 只能在这轮回 这才是本 这个都是末 这三个是末 所以我们是圆灵 轮回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 以后要从哪里回去 所以本末一定要了解 只有这个才是最根本 这些都是末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十五代祖师有在跟我们讲说 钱 所谓的钱就是羊物 他的属性是羊 昆 因物 他的属性是因 人为万物之灵 非 非就是鸟类 钱就是 藏在这个水下的 这就是鱼类 动物 会动的就是动物 植物 这些全部都是物 人在这个万物里面呢 是最为灵的 最为灵光的 好 天有四时 就是春夏秋冬 有八节 雨 羊 什么是雨呢 下雨 羊就是出太阳 灾阳 吉祥 阴阳 消息 什么叫阴阳消息 一年有十二个月 那 最热跟最冷的 最冷的 的月份就是存阴 最热的就是存阳 四月存阳 十月存阴 消 就是这个 阳 慢慢的消 慢慢的减少 就叫消 阳气呢 逐渐的增加了 就叫做席 就是生长的 席就是生长的意思 所以 在这个 正月 三月 三月就是正月 正月就是三阳开泰 所以三月呢 就逐渐的这个 阳就在增加了 好 这是天地的变化 这些呢 也都是怎样 都是事 所以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它有开头 有结束 知所先后 则尽到已 好 所以 我们的万事万物 赴阴而爆阳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上下 我们其实都是阴阳配合 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呢 其实全部都是阴 只有一个真阳 就是老母是给我们的灵性的地方 那个叫做真阳 那么 这个宇宙呢 也都是 全部都是阴 但是这个宇宙的背后呢 有一个真阳 在运转 所以都是负阴 我们是 身上这个阴呢 包覆 我们 里面呢 有一个阳 抱着阳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书法家设计出来的 有看到吗 阳 阴影 变成什么 阴 这两个 在光的照射之下呢 呈现两种不同 就代表是一体两面的意思 这就是阳跟阴 我们在这个 人世间 在这个宇宙 你们看得到的东西是这个 这个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阳看不到 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回到存阳 回到存阳 那在这个轮回当中呢 从里天下来的 那个叫做一点真阳 就是我们在这个修炼 在这个万事万物呢 当中我们要修炼我们的神光 我们的灵就是神光 那就是一点真太阳 我们就是一点真太阳 好 那再来 我们的十五代祖师说 人有三纲五常 福时起居 公私庆调 莫非是也 好 什么叫公私庆调 像国家有没有生日 就是这个叫国庆日 所以公的庆 那个人有没有庆 结婚喜事啊就是庆啊 生日party啊 那国家也有国家的庆典 私人也有私人的庆典 这都是事啊 调就是纪念日 国家有很重要的纪念日 比如说伟人 世事 我们要纪念他 那道场有没有庆调 有啊 佛祖诞成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佛祖成道 佛祖悟道 有三个庆 对不对 那调呢 就是佛祖有归空 就是了道 那个 纪念 我们的道场有没有纪念馆 我们怀念我们的道场的前显 这个就是调 就是我们要去纪念他 所以公私庆调 全都是重要的事 在佛堂里面最重要的佛事 也是公私庆调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世纪大典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那个先佛 比如说南海古佛的诞成啊 佛佛师尊师母的这个诞成 这个纪念日 所以这都是事 所以天有天事 地有地事 人有人事 人的事要配合地 要不要配合天 所以这个三个事 都叫做天地万事 天地的万物虽然各有其事 总而言之 这个都是大人分内之事 什么是大人 管理众人 贤人 圣人 这个都是大人 有位子的人 也是大人 所以如果以现在来讲 这个政府机关呢 重要位置 总统 县市首长 机关首长 这个都是大人 分内 什么叫分内 就是他应该要 管理的事情 那如果以道场来讲 什么是大人 就是我们的老母娘 诸天先佛 武教圣人 活佛师尊 乐会菩萨 我们的道长 老前人 前人 还有典传师 坛主 都是大人 都有负 有负有任务的 要来帮 弥勒祖师 来办理收缘的大事 这也都是 所谓的大人 就是他可以完成事情 能够负起责任的 这个都是大人 所以分内之事 应该要知道 怎么做 当知当行之事也 所以今天 我们来道场修行 我们要知道 谁先谁后 什么是谁先谁后 就是前辈后辈 什么是事情要有始有终 就是修道 我们发的愿 要去了愿 这就是有终始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本末 就是我们的灵性 从哪里来 将来要回哪里去 这叫本末 这叫本末 所以你要 这些都知道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接近道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天的事情 或者叫做天的石 天石 这里 混沌 从子 子 开天 接下来 有开天之后 再来才会辟地 有辟地之后 才会生人 开始有人出现了 然后呢 这里就有初佛 二佛 三佛 四佛 一直到七佛 这时候就是已经到了五了 五位 所以这是十二元会 已经到五位之间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有三佛收缘 这个缘没有打出来 三佛收缘 青阳旗 然等古佛 弘阳旗 释迦摩尼佛 到了 龙华三佛 就是弥勒 古佛 就是我们的弥勒佛 要来收缘 到了这个 收缘之后呢 到了生的时候 就要收人了 天地开始 这个缘会到了这里 就开始要收人了 这里要收 灭地了 这里呢 要灭天了 然后又进入到混沌 所以这里的十二元会 就代表什么 跟佛家讲的沉住坏空 有没有到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天事 天的这个重大的时间点 重大的事情 所以修道 要了解这个很大范围的 整个天地的事情 好 那我们 十五代主跟我们讲说 大人的学问 就是要熟悉知道这个运会 十二元会就是运会 升降 我们是到了五位 这个 他的原有 然后呢 这个事呢 有消长兴衰 什么是事呢 就是我们的收缘的大事 所以我们要行起 精权常变之大 精就是不变 权就是变 所以 精就是常 权就是变 所以精权全变 我们要懂的什么是不变 什么是变 在这个人 人的身上 有一个不变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那 人 会变的 这个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会 逐渐的 变老 然后呢 逐渐的这个衰 这个功能衰退 所以 这个是光身体就知道了 那天地也有变跟不变 那道场里面也有变跟不变 什么道场为什么会有变跟不变 当大道在新的时候 弥勒祖师来这个大道整个弘扬万国九州 可是在这个道还不行 天下无道的时候 道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这个有它的不变 可是也有它的变 所以我们在 要知道 革就是革命 革新 要在 创新 损 要退 要退长起来 因格 损意 意 就是扩大 所以你要正确的时间 做出正确的事情 比如说 当天下无道 昏君 或是这个政府是集权的 獨裁的 对人民是 恶的 恶意的 这个时候你要保护自己 你要隐藏 退长 但是你还是要修 你的道心不要灭 所以这叫不变 所谓变化是你外在的行为 你外在的这个 这个 比如说船道 半道 这些 你可能要因为外在的环境 你要有所 知道变化 可是你的内心里面呢 你要有所 不会改变 就像那个 荷花 那个雨水 就像是外在的环境 它在打在荷花上面 可是那个荷花本身不会湿 因为它 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莲花效应 水本身不会 它的叶子 叶面 不会沾湿 这暗示我们修道人也一样 我们的不变 藏在我们内心 不会随着外在而改变 但是 我们 荷花 荷叶 它水 雨水一旦满了 它会点头 一点头 雨水就倾泻而下 好 所以同样 我们修道也是 就是要懂得怎样 后退 保护自己 好 所以呢 可 可 做得好的 我们继续做 做得不好的 我们就要改革 不急的 我们要把它 补满 太过的 我们就要把它减损 所以 本 就是要用 最一开始 我们就要很注意 很小心 到了结尾 一开头 这叫开头 我们就要很 很注意 到了末后 这个天地也有末后 道场修道 我们个人也有末后 所以我们就要 始终如一 我们的十条大愿 要抱手 不要忘记 所以这个 有做得到这个 就 折尽道 才能够接近这个 真理 好 再来我们 王决一祖师说 天地不足 大人不知 天地 为什么会有不足 比如说 这个雨水好了 雨水下过多 过多 会造成水灾 那雨水下太少 会怎样 就变旱灾 所以 大人 就是管理众人的这个大人 他要知道哪里不足 他要事先规划 事先去把它弥补 阴阳失和 什么是阴阳失和 就是冷热 这个天地的冷热也会失和 太冷 太热 这个政府也都要去怎样 大人 管理众人要怎样 协调 要把它调和 比如说台湾来讲好了 过去的台湾没有热浪 将来的台湾会不会有热浪 台湾如果有热浪 其实台湾比较不会害怕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亚热带 所以家家户户有冷气 只要不停电 基本上热浪 对台湾我们能够躲进这个室内 都还可以 可是你欧洲 欧洲那边是 比较寒冷的 家家户户是没有冷气的 他们只有暖气 没有冷气 所以他们的热浪一来 无处躲 冷气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昂贵的设备 我们这边是暖气的设备比较昂贵 他们那边是冷气的设备比较昂贵 所以 比如说今年的冬天 欧洲那个天然气 大涨 他们要烧这个天然气 家里才会温暖 所以在寒冷的地方 他就会很害怕 所以政府就会怎样 赶紧儲备天然气 要把能源补好 所以这叫做调支 这个都要靠政府的力量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 非常难 日月盈亏寒暑代谢 所以呢 政府在管理众人的时候呢 他要明白这个时 时已经到了什么 比如说台湾到了五月 汛期 就是可能会 开始会有做水子 有水灾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 在汛期之前呢 要清水沟 要输菌 然后呢 抽水棘 抽水栈呢 要检查 然后呢 要去试机 让它能够正常的运转 那也要教导人民不要 该 种 种到 种米 种其他杂粮 这个时间我们也要 要交会 让它不会迷惑说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然后在家庭里面 政府会不会设立学校 有没有一个国民义务教育 就是小学 中学 所以呢 教导小孩子要从哪里开始学起 撒扫应对 看到师长要怎么打招呼 环境要不要整洁 是个人的卫生要不要 好 维护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一开始我们就要先做好 所以这个政府就会立小学 来教导 教导谁 教导百姓 这个小学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用国民义务小学 所以我们的道场 在师尊师母的时代 我们大量新建国民义务小学 在那个民国三十六年之前 师尊师母 民国十 民国九年以后 我们道场就开始在 这个中国各省 大量的新建国民义务小学 帮忙政府 用道场的力量 来帮政府做这个义务小学 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照着 十五代祖师王决一祖师 他的教导来做的 然后我们还大量新办医院 然后我们有大量的新办慈善会 还有这个铺桥造路 师官 师米 这个都是大人之学 大人要来调和 大人要来弥补 所以这个 来道场 学习这个真理 就要把真理做出来 这个做不是指做到我们个人的修行 我们还可以影响社会 影响国家 如果你这个道场扩散到各国 那么你影响的就是全球 全世界 就不是只有单一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政府怎么去调和这个水好了 这个做大水 我们来看 1992年 日本政府这张 他有一个地下宫殿 在东京 地下宫殿 这一根 八十几公尺高 这个地下宫殿高不高 好巨大 这个非常的巨大 这样子就八十几米 然后一根柱子就几十米 直径 这个要干嘛 这个 就是要 地下的水道 排水系统 就是如果城市的雨水一来 怕会淹 他就把雨水做一个水井 把地面上的水引进到 这个地下的这个宫殿 他把它引下来 做了几年 14年 花了多少钱 30亿美金 2400亿日元 那么等于在 2006年建立 建成的 在首都圈的周边 排水系统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宫殿 从此 东京都市圈在内的东京都 神奈川千叶县 奇遇县 就几乎很少遭遇洪老 可以说真正是一劳永逸 因为这里的水 可以储藏的 非常非常的巨大 这个是它的管控中心 政府在这里设一个地下宫殿 排水设施的管控中心 所以这个工程多么的庞大 这就是政府的力量 你靠一个人有办法完成吗 没有办法 所以这叫做大人的学问 大人之学 好 那我们的祖师说 在修道 我们要不要穷礼尽性 尽性就是把我们的本性 发挥出来 我们的本性有天德 天真的德性 就是人意理智性 这就是我们的五常德 穷礼呢 就是来道场研究道理 道场有讲师有前辈 会来讲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研究道理 然后把我们的本性的上天 赐给我们的德性 叫天德呢 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 那么如果你从政 浮官有官职呢 那么你呢 也应该要穷礼尽性 也是一样 这个呢 这时候你就是要立大学 用大学 什么叫大学 就是圣人之学 管理众人的学问 要把它提倡出来 这个世界 会有战争 会有饥荒 会有贫穷 其实就是各国的政府 他的大学没有学得好啊 什么叫大学 大人就是真理的学问 今天以人类的科技来讲 可以克服饥荒 克服这个大水 可以克服许许多多的公共问题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还是有饥荒 还是有不干净的水源 还是有各种的那种 这种天然灾害 人祸 更多的是战争 这个人祸 就是因为 大家没有学 大学 好 因为人的闲鱼 是不等 就是没有办法同等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 用 这个修养 还有这个静学 把我们的学问提高 来贯彻 当然 在个人的修养 来讲 如果说 师 所谓的师就是过师 常常 我们的过师是来自于放纵 放纵自己 就是我们的心念没有控制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制什么 制礼 要来节之 就从小地方 就去约束你的身心 小小的地方 用这个礼 道场里面 我们来道场要不要学礼 来道佛堂要参职驾 对不对 对 这个 粗告反面 要跟前辈 讲 所以这个都是礼节 节就是要节制 节制谁 节制自己 不是 这个礼节不是 学来要求别人 这个礼节是 学来要要求自己 把自己 要要求自己做好 所以节是节制自己 而不是节制别人 那么过严的话 就会拘束 这也不好 所以呢 也要有圣人也会做乐 来 合支 就是说 要有庆典 国家 这个社会有没有庆典 像国庆日 还有这个春年节 年假 还有这个暑假 寒假 等等 这个 然后呢 国家也会设这个月 来 让人民呢 快乐 这个 这个就是大人的学问 好 再来 勤劳 当百姓 勤劳 我们就要 给他 奖赏 来 劝勉 那么 自己也一样 家里里面 只要每个人都勤劳 这个家 会不会兴盛 好 道场 每个修道人呢 很勤劳 勤劳什么 渡人 渡化 这个 自己周边的朋友啊 亲戚啊 家人 诶 上天 会不会给你 奖赏 所以 天道 是 奖上 奖善 就是 给 这个 心地 善良的人 一个奖 这就是天道 好 那么 丸梗 就是 鱼丸 就是个性 强硬 但是又不够聪明 然后呢 凡事固执呢 要 处罚 然后呢 立威 政府要有立威 百姓 一些 比较不好的这种 我们讲说 坏人 才会知道 怕 所以国家也会设 什么 监狱 法院 还会设警察 那 我们的道场 没有法院 没有警察 也没有监狱 可是天上有 天上有天牢 有阴山 那 这个 地府 地府里面 也有个地狱 所以 这个也有啊 所以上天也有他的威啊 我们的 人间 政府有威 上天也有他的威 天道也有他的威 威有分大小 那么 每个人 威能是不同的 所以就会有立君主 国家会有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主导 所以这个是讲 民主时代 已经立君 这个立君是老百姓来立君了 这个就民主时代的 这个就是民主时代的立君了 这个就是民主时代的立君了 在 我们修道人来讲呢 我们自己要不要也 心中要立君 要如何立君 让你的本性 你的良心做主 让你的良心当总指挥官 这个就叫立君 当你立了君 你的身体 各种动作 他按照本天理良心呢 做出来的都是善 那么就是 人者无敌 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天下呢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现在几点 好 三公论道 六清分值 百官从事 万民一史以等之 这个都是讲政府组织功能 都是要 专业 数业有专攻 要分工 同样的道场 还是也有他的分工 道场的分工呢 就是有 师尊师母 老前人 道长 还有典传师 坛主 讲师 还有人才等等 那 家庭里面呢 也有分工啊 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 学校呢 就有老师 学生 还有学校的职员 这个都是 每个人 要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的意思 恩有厚薄 那么就会立七庙五福 所以 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 台湾的这个商事 你 谁 过世了 你那个商福呢 是不一样的 他是 要 分别那个 厚薄 父母对我们的恩是最厚的 那 再来呢 才是其他的 比如说爷爷奶奶 好 再来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有照顾我们的 叔叔啊 阿姨等等 这就是有厚薄 所以他就会有不同 就会有三足六亲 以沙之 这个是在讲说 古代 你 这个 父不教子之过 所以他 年代处分的时候 他也会看你是什么关系 而不是全面 都处罚 所以 这个是 古代的周礼 他都是 一个大师徒 他就是用这样子的 来教导 冠明 所以这个就是 有礼 有行 礼跟行 来治理天下 那 行就是法律了 就是那个 国家的法律 礼呢 就是宗法 就是家庭的这种人伦 这个就是宗法 用宗法 用国家的法律 国法 来治理 人民 所以 治理人民 有恩 就有威 恩威 并行 那在道场里面 那在道场里面呢 师尊师母 典传师 来 传道给我们 这个恩很大 这个是天恩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感恩 这就是天恩 那无形的诸天先佛 还有 这些 暗中帮忙我们的 让我们顺利修道 化解我们的灾恶 这个也有恩 所以我们来道场 我们就是死死感恩 所以来佛堂呢 就是会有 跪拜 行跪拜礼 就像诸天先佛 还有五教圣人 天地君亲师 等等 我们都会感恩 当然 道场也有它的威 可是这个威 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是在英国里面 你才 比如说 你回去天上了 那么你可能就被 因为在人世间 你在道场的天职 做得不好 你犯了过错 你可能就被 打入这个天牢 那如果你 你没有什么 重大的天职 你只是普通的修 这个道清 你修不过 所以你没办法回天上 你又再去轮回 那你就做得更不好 你可能就是在地狱 受刑 所以这个呢 也是天道的威 所以恩威并行 这也是 事 这也都是事 事 很多 好 智 人 圣 意 综合 这个 就叫做六德 就是说我们修道人呢 要有智慧 仁慈 懂得什么是圣 就在道场里面 圣凡要分清 圣 这个就是比较 这个 为了功 为了道场 这个就是圣 意 应该要做的本分 忠 忠 自己的内心 实时保持这个忠 忠 忠就是忠庸 不变 和 要跟人和气 这个要六德 这是内在的 做出来的呢 就是六行 要表现出来叫六行 对父母敬孝 兄弟姐妹 朋友 要有 朋友 婚姻 要 对另外一半要好 要和好 就家庭要兼顾 你不可以说你是修道人 一天到晚夫妻在那里吵架 没有 让你的家庭陷入乌烟瘴气 这也不对啊 因为你没有达到喜呢 所以你如果你是真的修行人 你这个婚姻也要顾好 要让你的家庭美满 慕 要和慕 对公司里面的同事 在这个社会 跟你的邻居社区都要和慕 任 就是你要负责承担 你对这个各种的事情你要有 能够承担 要负起责任 要有责任感 这就是任 序 就是照顾 照顾 那个状况 比我们不好的 比如说这个观寡孤独 费极责 那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需要我们去关心 关心的 我们叫做序 体恤 所以 六德是存在内心里的 六行是表现在外的 六行 然后呢 礼乐色欲书素 这个是六义 六义呢 这个是 我们 六德跟六行你都做的 基本功夫都做好了 你还要再学这些 礼乐色欲书素 数学 所以 所以 我们的道场现在 没有教这个数 现在是 国家政府组织 有设立这个学校 有教我们 书跟数 那以前孔子他的 孔子本身 他有教导学生嘛 他的那个地方 他也有教数学 他也有教这个书 这个书是指帝王所留下来的 这个 国家的文 档案 就是有记录这个国君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这个就是上书 这个是书 就 国家重要的文件都要研究 要去了解为什么 君王要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然后 有什么 做了这样的 说了这样的话 做了这样的事 后面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书 上书 如果以现在来讲 那就是国家重要的档案 那就是历史文件 我们要多多研究历史 社育 这个就是 体育 就是 国家也很重视体育 那我们道场也有 也有 让我们身体可以 强壮 健康 那就是跪拜 常常来佛堂跪拜 可以让你的气血循环 比较通畅 比较 身体可以维持健康 如果在道场里面 你注意看 这些老前人 很多都是 九十几一百多 因为他们都有保持运动 所以 这个三物 就是六德 六行 六义 三个东西 已经把万事 这个德 都先行 都已经包含在这里面了 所以 学到的次序 它有次序就是 六德 六行 再来六义 这六德是内在的 六行要表现出来的 六义是 你基础打稳了 还要再往上更为精进 以前的数学 孔子教数学 你们有听过九章吗 这个九章 就是在讲数学 九章里面有一章 在算什么呢 就是那个 大雨治水 有没有 那个土方 它那个水 水要把它堵住 它需要计算 堵住的那个土方要多少 可是那个土方 它有诀窍的 就是 这个土有坚硬 松软 松软的土 跟坚硬的土 体积会有变化 所以 孔子在教 你要算土方 你还要知道 它是松土 还是 尖土 尖土才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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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这个治水 可是松土很容易搬运 所以大雨的爸爸 当初为什么会被 就是滚 为什么会被 那个 摇 顺地 判刑 那是因为他爸爸 他在治水的时候 他拿了松土 来治水 什么是松土 就是老百姓要耕种的土 那个叫松土 那个土要翻 土要翻 这样子才能种植 那个土 第二年 你才会有吃的东西 他爸爸 为了要治水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他把松土全部都收集起来 那你看那老百姓第二年 有没有办法种植 所以犯了过错 他没有跟孙 请示 说我可不可以 用这个松土 这个松土要得到皇帝的允许 就是老百姓要耕种用的土 所以这个松土 你很好搬运 可是你松土最后你要怎样 你还要夯食 夯食就是要用那个石头去锤 比较密 所以松土跟石土 尖土 他有数学的 所以孔子就是有教你 尖土怎么算 松土怎么算 这就是九章里面 里面光有一章就是在算这个土的 所以你看有六德 有六行 六义 数学就是在六义 所以如果以现在国家的这个教育分类来讲 就是德智体群美 然后这个就是智 就是那个智欲 这个就是德欲 这个六行就是群 对不对 在人群 德智体群美 然后呢 这个体也是在六义 好 好 那我们十五代祖师呢 又有说 这个 宇宙 这个所有的万事万物呢 他都有五行 所以他就会有水火木金土 那么 这个 大人 就是这个 管理众人的这个头人 他呢 有五种非常重要 就是 帽 你的容貌 你的表情要和善 言 讲话 清言 清声细语 不必很重 讲话不必 用下重语 是 看 要懂得看 要看重点 听要听重点 思 还要思考 那么 我们 来到场修行 我们也要这个 学习什么 和言悦色 这很重要 学讲话 学讲话 口德 有没有 这个 身 心 意 这个言就是身 再来 识 听 识 这个 也是我们修道人 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 礼乐里面 公 商 脚子 雨 以前为什么圣人 他要设这个五月 五种这个音律 他们发现 春天 春天打出来的那个庆 就是那个同志的那个庆 声音比较尖锐 冬天呢 比较高亢 夏天呢 就比较 稍微沉闷 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在影响这个 音律 就是阴阳二气 所以他们就是 圣人知道这个原理 他就用音律去影响天气 所以以前的如果天气没有调和 他会奏乐 奏这个乐来影响天地 让那个天的气候会 顺和顺 好 所以用五月 再来呢 古代的礼节呢 有这五种 集 集礼 兄礼 军礼 兵礼 家礼 这种集礼 就是国家庆典 比如生日啊 这就是集礼 兄礼呢 就是商事 军礼 就是这个 军 军人里面 比如说 设立一个军队 你要有军队的 对 那个队 军队的名称 要有军旗 还有指挥官 要拜 祭旗 所以这都是军礼 兵 国兵 这个国兵 来到我们 本国 要怎么去对待他 这就是兵礼 那同样的 我们的 这个家庭 你是家里的主人 客人来到你家 你怎么 让兵 有兵至如归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那么的自在 这就是兵礼 家里 就是各种好的 就是比如说夫妻 那个婚礼 那个就是家里 好 这些都是事 所以 都有物在其中 有这个物 就会有这个事 有这个事 就会有本末 始终 先后 之序 好 大而天地之中始 这个事 这个事 是 这个物 事跟物 最大的就是天 天地 所有的事物 最大就是天地而已 所以天地有它的 开头 天地就是 有起头 然后天地也有 末后 结束的一天 再来以人间来讲 就是帝王的心肺 就是这个国家 大事 这个帝王 一个朝代的兴衰 然后呢 再来是我们的个人的身家 的存亡 再来 就 比如说我们做事情的起落 有没有顺利 我们自己做个人的事业 然后呢 甚至呢 顺息之间 小到顺息之间 就是我们的呼吸 这些都是动静 他有个动静 所以 圣人的学问 不管大到天地 小到我们个人的这种呼吸 他都能够彻底了解到那个最微小的 能够知道过去未来 都是隐藏道理 所以我们都要 任何事情 就是要做到那个中跟和 至中和 然后学习中庸不变 中庸的道理 这样才能够不失机 就是 什么时间做 什么事情 正确的事情 所以 孔子就是 被后世的人称为 实之圣人 就是孔子最知道天使 那我们修道呢 也一样 要懂得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这个五位交替 就是三佛收缘 尤其是这个 释迦摩尼佛 已经归空了道 那接下来就是要弥勒佛 那我们在这个天使的时候呢 要 来帮助 这个弥勒佛 来人间 成就大道 所以我们的道场的史观就是从这里建立 跟刚刚一样 开天辟地生人 所以这里面有行柱坏空 对不对 行柱坏空 这里是空坏 住 沉 沉 沉住坏空 这里才开始沉 所以我们现在是五位 是阳 最大 可是已经有一点阴 阴气开始出来了 到了这个混沌的时候呢 是阴 最大 所以这里有身跟面 任何一个系统呢 都有正 有正循环跟副功能 正功能跟副功能 如果只有阳 或者是只有阴呢 会崩溃 整个系统会崩溃 就像车子要动 要前进 可是车子也要有煞车 所以阴跟阳都是对待的 好 所以 王决一祖师呢 他勉励我们要因始至已 动静 折水 知智 智之 什么叫智智 我们修道要知道我们的 本 我们的本 我们的智善的地方 一定要了解智善的地方 要知道忠实 天地的一元会 要有这样的观念 那么 我们才把握天使 才不会围到 不会 白白浪费 宝贵修道的机会 好 所以这一节 这一节就是在讲这个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 所以他 有讲说前面的三纲里 比如说明明得 指于至善 再 再清明 再指于至善 这个 然后呢 还有五步功 就是定静 安 律 德 这个五步功 后面有个八条目 就是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齐家 修身 还有治国 平天下 这个八条目 这一段话呢 他就是 风妖素器 过麦语 什么是风妖素器 就是它是一个核心啊 这个是 风水学 勘语学里面的一个术语 就是说你要 点穴 你要知道什么叫风妖 什么叫素器 当你看到风妖跟素器 你就知道穴在哪里 龙穴在哪里 所以你就 所以这个 这一段话就是要知道 整个点 整本大学的 点穴 就是风妖素器 这个就是风妖素器 看到这个 你才能够知道穴位 那还有 过了吗 时间 超过两分钟 超过两分钟 超过四分钟 超过四分钟 那后学最后 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风妖素器 这个 补充而已啦 这个是 你如何想知道 怎么去点穴 这里就是太祖山 后面这座山 这么高耸 然后呢 中间有个起伏 这里 这条线 有一个 凹进去的地方 这个叫做过峡 就是类似妖风 风妖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少祖 少祖之后 这里有个素器 然后穴位就是在这里 那么以 以我们的人身上来讲 这个脸啊 这个脸呢 这里就是太祖 这里就是少祖 然后呢 这里有个风妖素器 就是我们的主根啊 所以 风水 就是比如说这个 外面的这个风水 那我们的脸呢 也有它的这个风水 也有它的这个 血 所以同样的 刚刚讲那一段话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之所先后 则尽大 所以来到场就是要学习到场的那个史观 十二元会 然后呢这个 原灵怎么轮回 你才会有本末 之始终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今天 跟各位前嫌呢 啊 学习到这里 那讲得不对 不圆满的地方呢 恳求上天 啊 赦罪 啊 恳求 各位前嫌 典传师各位前嫌 给后学指证 谢谢 谢谢大家